我現在講啦 反正你應該算錯了 算錯了 反正算錯了怎麼能算錯點 速度就是頂的對 我們首先先叫加速度對不對 先算加速度 假設這個球從靜止T等於0 到T等於0.1 0.2秒 它的速度我發現它從速度靜止到速度 速度等於3公尺 請問一下這中間的加速度是多少 怎麼算 你說幾公尺要幾公尺 從0到3公尺來 不是1.2秒 我先不管這個 我先叫你怎麼算 我需要1.2秒 我的速度從0 靜止0到 我後面的速度量測是每秒3公尺 然後你要我們算出 中路5秒3公尺 對啊 從0秒開始到 譬如我今天拿東西這樣子 加速到我離開手那一扎 我從這邊開始到我離開手那一扎 它花了0.2秒 這一點的速度是每秒3公尺 在過程大部分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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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在講解我們見面的題目嗎 我在講你的算法 那乘0.2嘛 為什麼誰乘0.2 3 加速度是在哪裡 我現在要算加 所以你的意思說 加速度等於3 3.50秒 你到1秒的時候 0.2秒的時候 是每秒3公尺 到底人家怎麼算呢 我們可以回來上禮拜 上上禮拜都講 加速度的定義是什麼嗎 每秒4公尺 每秒4公尺 改變速度 每秒4公尺 改變速度 所以我們通常計算會 會拿什麼 上面是什麼 速度改變量對不對 Delta S Delta B 下面是什麼 Delta T Delta T 因為我猜中 好在這邊 在這個題目上 0.2在下面 0.2在下面 上面多少 3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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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3公尺 3公尺 0.6 可以15公尺 15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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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對啦 單位這樣有問題 我擺這個本名寫單位 沒有問題吧 那這樣我好像錯了耶 沒有問題吧 這 為什麼變15呢 除以0.2 0.2是什麼 0.2是5分之1 我除5分之1 是不是現在才稱1 對 OK 這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就回來 黃金明這一題 你被黃金明受到 喊 欸你罵人 黃金明這一題 有個討論的地方 是數不一樣的改變 怎麼也罵人 我說有個討論地方 沒有受到黃金明講 我說這個這一題 黃金明有一個同意 M罵人 M罵人 好 60 天一 Km 除以 小時 所以我們先把化分成 我們先把化分成 每秒幾公尺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換算 中、层、层、层 那邊算嘛 一千 一百六十公里等於什麼 等於一千公尺 一小時等於什麼 六十秒 三千六百 三千六百秒 是不是這樣子 這封皮 啊 我把速度寫成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 OK那就錯了 一小時三千六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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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也錯了 一小時三千六百秒 那哪也錯了 六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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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六百秒 所以是等於多少 那我算錯了 不能等下 等於九分四百 九分之四百 九分之四百 等下 九分之四百 九分之四百 是讓你算到這邊 這樣都OK 九分之四百 就OK的 你的速度 變成 每秒 每秒九分之四百公尺 好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 加速等多少 A等什麼 對不對 delta b 所以 delta b delta b 多少 0.2 delta b多少 九分之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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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等什麼 等於九分之兩千 九分之兩千 有問題 到目前為止 為什麼 一百六十乘一千 然後一乘三六十 你看喔 一百六十是公里 對不對 我公里要換成公尺 所以要乘一千 對 那 下面是一小時 一小時要換成秒 所以要乘三千六百秒 對 三千六百 這樣問題 一百六十公里等一百六十乘一千公尺 那你要約吧 約怎麼約 約掉啊 那約掉剩九啊 約掉剩四啊 所以是不是四百 除以九 三十六換誰 三十六換 四 三十六約四啊 三十六約四不是剩九 九是三十六嘛 三十六約四是不是剩四 四百 對不對 四十九分之四百 好 那應該九分之兩千 加速度是九分之兩千 對不對 好了 那我們力量等什麼 等於MA對不對 M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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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6 是不是0.16 因為是一百幾個嘛 神上 為什麼不要問你 你還是可以學會啊 就像你現在說 你還是可以學會啊 你還是可以把數碼數 好 三十九分之兩百 這等於什麼 那 是我對還是秉恩對的 我不知道 是我們對的啊 你怎麼會對 小夢多會對嗎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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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夢多會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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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正確答案是35.5 9分 OK 你看這一題沒有我們答錯 所以你要不要再出一題 等一下要再出 所以加速度到底是 9分之4 這是速度嗎 他畫多少時間變成速度 0.2秒 所以就把這個速度去除以0.2 除0.2 只有你花了5秒鐘 走了3公里 那你每秒鐘走幾公里 是把3公里去除上5秒鐘 那你花了0.2秒走了10公尺 那你1秒鐘走幾公尺 是把10除以0.2 所以就是9分之4 所以會算了吧 有沒有時間問題了 我錯是錯在秒鐘 OK很好 我錯是錯在我根本不知道 好 那現在會算了吧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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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煩欸 著是之非 必變成為金日之士 對 著是金非 不是 著是之士變成金日之非 但前提是 這個意思不是啊 這個意思是說 昨天反正是錯的事情 今天變成對 或今天昨天是對的事情 今天變成錯 那種意思說 你昨天不會了 剛剛不會了 現在一定要會 好不好 好 所以交出是 每 9秒 不是 成要不要這樣講 你看我現在說是 每秒每秒 9分之2千公尺 0.16 每秒每秒 9分之2千公尺 2千公尺 因為 我們之所以不化解的原因 事實上是在算的後面很難 比我舉個例好了 我繼續往下算對不對 0.16 0.16剩下2千 9分之2千 等於什麼 0.16可以錢什麼 可以錢1百分之16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乘上9分之2千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是不是就要約掉了 可以 約掉完之後是不是在9 9分之16乘20 基本上我可以猜答案的是什麼 20是不是像在18 20跟18很貼近 如果是18我就可以約掉 變成2 所以答案一定是 32 一定是大於32 對啊 對不對 所以假設我先要猜答案 假設我先要猜答案的話 我就覺得他答案應該是 介於3色以上 32等級9 對不對 那如果說要看的話 我再看這邊是20 16是不是相當於18 我約掉 我約掉是22 所以他答案一定是小於40 他答案一定是 32跟40 我呼呼測就是35.55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有時候 為什麼要講說 其實在科學研究的過程當中 你猜答案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能嗎 因為你會不會猜答案的話 你不知道你做的對不對喔 你懂我意思 你如果不知道答案這個辦法的話 你做了半天 答案是3 你很高興 就不太多 天差地啊 差多遠 你如果在做個研究過程當中 我覺得應該會越來越大 今天做的結果是越來越小 你就知道說我哪裡做錯了 你就不需要往下做了 所以你要先預測你答案在哪個辦法 這是很重要的難題 你要去學會這個難題 你要去學會這個難題 好怎麼樣 所以說怎麼自己做錯的東西 你就是要在書中 我把換算 對 換算的部分在這裡 單位換算在這裡 好 再來注意尋題 我剛才講是不是 0.16是指工 欸 接你來五個 0.16 0.16 0.16 你那邊練都還降到算算 160克 我知道 我來問他是把課變公斤嗎 沒有錯 因為我們在計算這個過程當中 都是用公斤嘛 對不對 我們剛在定義牛頓的時候 MA是用N等於KG乘上 MS乘上的 所以你必須用公斤還有公尺還有秒的計算 而且很關鍵 對 有時候王健人家投球的時候 他的力量大概是35.5牛頓 好 那個另外一個問題 35.5牛到底有多大 可不可以想一想 能使一公斤的物體獲得每秒30公尺 可是這東西具不具體 我知道了 很像是 把陳柚的一半 然後就是那個 應該說讓一半的陳柚 獲得每秒一公尺這樣多 所以這樣比較距離 只是每一秒可以把陳柚 把一半的陳柚移動不中指 陳柚有那麼重嗎 你可以推遲一下 可以跟你講 真的比較距離 就是什麼東西 好 我們簡單來講 可以這樣想 怎樣 這東西 我們現在重力加速是大概10 重力加速是10 重力加速是不是10 3 假如我現在有一公斤的東西 拿了一公斤的東西 你就會感覺到 大概第一手撕給這一公斤的東西 大概是10牛頓 我現在35.5 你可以現在手上拿了一個是35.5 3.5公斤的東西在手上 你所需要的力就是35.5牛頓 不距離啊 不距離啊 你所要拿一個3.5公斤的東西 我所要的意思是 你剛的意思就是 讓我們要去感覺這個東西 我說讓你感覺的力有多大 3.5公斤的東西 感覺要有多大 3.5公斤的東西 如果再不能感覺的話 一瓶 2000CC的可樂拿過沒有 兩瓶多少 4公斤 2瓶4公斤嘛 就像那一隻手拿著2瓶4公斤的飲料一樣 再少一點點嘛 因為是35.5公斤 所以大概是3.5公斤左右 所以你現在一隻手拿著 一瓶再喝掉一點點的可樂 拿兩瓶 你吸收一瓶喝掉一點點的可樂 一手拿著 那個力量就是往前你頭手所需要的力量 但是事實上什麼 事實上他不需要放到0.2秒 他需要時間能力1秒 假的那只需要0.1秒 從這邊 出去了 他需要多大力 他從0.2秒改成0.2秒 我開始是這樣 0.2秒走進去 跟我 我的跨時間不一樣對不對 我現在只用0.1秒 前後我需要多大力 70 70 為什麼 我時間少了一半啊 時間少了一半 是不是像那你這邊 我只要用0.2秒 除就好了 沒有 35.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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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他的汽水 是重大的力量 可以感受到力有多大嗎 3公斤 喔 你基本上 就很重了 7公斤多耶 你要拿著 OK OK的啦 7公斤 這樣 單手拿7公斤的東西 就這麼重 他所需要一個 那就是可能如果你單手拿一個 還沒有加公量的燈飯包 燈飯包有7公斤嗎 沒有啦 不是 就是你加了 裝東西的 還沒有裝水 還有動作 OKOK 就是 裝備裝完的還沒裝水 還沒裝熟的燈飯包 就是一隻手拎一隻 大根 好 好 就是那個重量 好 OK 這是 力跟膠質的關係 也是牛分第二重的 大概是這樣子 好的 那第三重命力就是 最用力跟反動力 什麼是最用力跟反動力 就是你去撞牆 怎麼會痛 我去撞牆 牆會很痛 我會很痛 我去撞牆的時候 為什麼會很痛 因為牆撞我嗎 最用力跟反動力 我拍他 我手會覺得痛 因為他嚇我 因為手也打我 對 作用力有沒有留掌印 有 有 有一個掌印 所以我去拍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痛 因為他同時間 對我撞一個力 因為你嚇到我們 對 主動力跟反動力 是同時間存在的 而且是 我只要一撕力 我就馬上感受到反動力 對 就是這個主動力 瞬間就存在 所以 譬如我今天 好 這個你借我一下 你站起來 我沒有拉分體 我沒有拉分體 來 我們推一下 互推一下 你手要摸是反比 沒有關係 尖叫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問你可以這樣 可以可以 一二 你要 來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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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的時候呢 兩個 基本上互相彈開 對不對 正常來的互相彈開 他除了我股丁很夠 我可以不用彈開 但基本上互相彈開 是因為 他撕力給我的時候 我同時會撕給他一個力 我互相給對方的力 就會彈開 那 這次就用力 那主動力跟反動力關係 主動力跟反動力關係 事實上 我們在市場生活中是經常用到的 那種說法 大哥打我 那他應該也受到他打我的力 沒有錯啊 那他不會痛 他不是不會痛啊 只是他用他最有力的地方去打你 他可以承受 這個不是很有力 你那不是肌肉啊 你應該想你會用這邊打的 他骨頭啊 就跟我拿鐵拳敲一個腳 鐵頭會不會痛 鐵拳敲一個人會痛 鐵拳敲一個人會痛 他不會害啊 對 而且他沒有感覺 他沒有神經 他可無所謂 那你經常練習你的手 手指頭 拳頭的時候 你的承受力量會很大 所以他習慣了 建議大家去吃天使承 對 吃了之後他就沒有感覺到 有天使承 天使承就天使承 他沒看那個卡通 那他沒看那個卡通 他沒看那個卡通 他沒看那個卡通 有問題 對 打這個卡通 你也會覺得 當然啊 對 你也會覺得 你也會覺得 什麼漫畫 就是 搞主承知獵人啊 有啊 可是 承知獵人裡面有天使承的故事啊 什麼班戳關不起來 是搞對決過的 有說他在那邊陪他 不是啦 後來三根廢了 連這裡都寫掉 沒有啊 葛珊的部分有 曾鈺 丙媛 葛珊 高一眼 四節 高一眼 對吧 算了就不要寫葛珊 等一下 老師你在寫什麼 神佑 曾鈺有一點 開玩笑 開玩笑 我剛剛沒有半點 沒有半點 我現在有一點 我剛剛有精神一點嗎 你可以再神經一點 精神一點 精神一點 作用給他 基本上我作用給他 我沒有 我們會讓前身來開玩笑 我們在走路的時候 為什麼會前進 因為有重量 我重量 因為你的腳在移動 我腳在移動 像是 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腳有下落才 踢一下 對 我的摩擦力的關係 讓我的身體 有受害反動力往前推 跑步的時候更明顯 跑步的時候 事實上 我昨天跟Memo在聊 都會跑步 我說我最近腳不能跑 他說可能那個 拉筋沒有拉到 所以那個腳跟壓到了 他建議是走路的時候 事實上多走路 不要跑路 走路的時候 因為我身體在那移動 你身體需要用核心肌群去擺動你的身體 對 你擺動你的身體 所以你會 不要有在運動 反正沒有有在運動 可是跑步呢 基本上是 只是腳踩在平台上 蹬起來 你蹬起來那邊 所以基本上是 你的腳踝跟你的腳 膝蓋的受力比較大 其他身體的部分呢 反正會動很小 因為你 你身體想跑快一點 所以整個擺動 只是一個小型的擺動 你不會大 如果擺動 你怎麼變成3.55 9分之320 9分之320 怎麼變3.55 9分之320 9分之2千吧 9分之2千吧 320 你現在9分之2千 9分之2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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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錯 やって我的錯 它是 knapp的 9分之2千 這是加速度對不對 成iód2 是不是乘以9分之2千 才16分之1 100分之16 对呀 1百分之2 就是It.0 它是不是變成 9分之320 320 35 35 5 除啊 35 35 32 39 320 360可以除以9 35.55 35.55 55 35.55 有327 喔有 會變成五線小數 對 它是五線小數 有一個6 有一個6 它是無線循環小數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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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的計算機它沒辦法收到五線小數 應該是五線小數 所以到最後一位它還是四層五線小數 好 喝啊喝啊喝啊 好 那個 要往爬 所以板中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我們 像我現在如果說在開空中 我們的火箭為什麼往前進 火箭怎麼很要放大 火箭往前進的原因是 有一個說法是說 我像我噴氣 所以我前進了 蛤 為什麼像我噴氣我就是前進 因為 它有些重 沒有 你說什麼 關心啊 根本就是很關心 它怎麼噴的氣它就往心 沒有它反作就往心 誰給它反作就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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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啊這樣 然後結果它就反作就在那個 所以地面給 是地面給 它有反作就往心 沒錯 沒錯 剛剛玉米園有揍一下眉頭 玉米園有揍一下眉頭 來 明園說說看 我剛剛看清楚你有 說話 說話 說看 是誰給誰 所以地面 是因為太空船對地面施個力 地面給太空船的板中 你把太空船給推起來嗎 是這樣子嗎 說 那是什麼樣 因為在太空船的話沒有地板可以 對 太空船沒有地板 那你是說 你是說它從起飛來 不管啊 不管啊 就是整個太空船起飛的過程 常常過飛行 對 人起飛的時候 應該也是 就是火焚地 然後就 就是有反作有力 然後換太空船會 很快 所以是地板 給太空船的反作用力 對 好 那玉米園你的說法 什麼 它還是要轉彎 不可能只靠它的慣性轉彎 就是在施力轉彎 不然就靠引力轉彎 所以如果它說只靠慣性的話 可是 你現在為什麼講慣性 我說它講說 是太空船地板施力 地板給它反作用力 就讓太空船飛下來 它不是說靠慣性 要它在宇宙飛嗎 那是後面的事情 可是 在宇宙動態也需要噴氣才能夠轉彎 它不是單單是靠那個 慣性 慣性才能夠轉彎 太空船需要一個投手 他想丟這個球 太空船就移動 OK 沒錯 那這話就不用靠那個能量了 就是 他 他就跟這人一起游手 他丟 你剛才把那一堆人放太空船上 不需要很多能量嗎 欸 你們這些人好像就沒有避掉 燃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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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丟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很值得去探討 沒有 最近不會有人來採用 因為你丟東西出去 然後就砸到衛星 它就會一直連爆 那個 有個繩子綁住 好啦 好棒啦 我知道 對不對 這樣那個 那你也非常多 因為你不需要 因為你不需要 他又快起來 呃 噴什麼 再講一遍 噴火有反動力 是誰有反動力 就是他噴的時候噴到 我上有反動力 OK 事實上的重點不是讓那個火 重點是氣體 噴出來我們不要這樣 事實上會擠出去 然後他就會用外面的密度 看裡面的密度 然後來來來來來 HOLD UP 密度怎麼樣 沒有反應 氣體 裡面氣體的那個氣壓比較大 嗯哼 對 比較大 所以他出來之後 他就會分散出去了 然後那個瞬間他就會發 非常恐怖 好 然後 然後為什麼分散出去了 他就有一個反動力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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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沒有錯啊 但這邊也沒有錯啊 如果力 可是你很奇怪 好 沒關係 暈倒 終於 那我們 講簡單一點 講簡單一點 就是說 我的火箭 對我噴出去的氣體 分子 每個分子都10個力往外 我就知道 我對每個氣體 我對每個氣體都是一個力 往外的時候 這個氣體相對 會把我推 也會推我 火箭一個力 對 所以這個反動力 但是氣體很多 所以這力一樣加起來 就只不過有把我推動 好 他就可以推動 那 譬如說講 再具體一點 你火箭怎麼對這個氣體施壓 你火箭怎麼對這個氣體施力 噴的時候 他的那個力都噴在小分子上 小分子被噴進去的 什麼叫法力噴在小分子 噴自己的分子 現在跟我別分就對了 對啊 他就是在 宇宙中的小分子 變小分子 好 他都簡單講 我譬如說 我假裝哪一個 你就要認我 我在宇宙中 我拿一個小分子 你去拿一個折疊出來 對 對吧 那如果什麼宇宙朝地球 打 用手槍打一發 手槍 他到時候會很快嗎 還是他的子彈會溶掉 最後可能是溶掉 因為他進入大氣體的關係 他還是會溶掉 有這麼高溫喔 有有 磨擦很高 子彈是什麼材質 子彈銅 那會溶掉 會溶掉 那如果用黃 成金的子彈 還是會溶掉 可是他飛彈怎麼 那用 那如果他溶點轉高的 為什麼用透濕的子彈銅 還是有本的溶掉 那太空船是什麼態勢 太空船就已經搭掉了 聽我講 太空船基本 因為太空船要回收 所以太空船才有這個擋熱的設計 或者是我們之前在燈月小姐 他們回來的時候 他們設計商會做成這樣子的結構 他會在下面鋪上 耐高溫的陶瓷 耐高溫的陶瓷會鋪上一層 然後他想辦法控制他的姿勢 下來的時候 因為他反過來就知道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 速度更快就 阻力更小 速度更快磨他力更大 他就最高溫 他控制他姿勢這個樣子的時候 他速度就不會那麼快 但速度不會那麼快還是速度很高 所以他這邊還是產生高溫 他這邊一直在跟空氣撞起來 空氣會一直跟他抹擦 空氣會一直跟他抹擦 他這裡產生高溫 會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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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讓他融化 他就是讓他融化 讓他融化 融化就是讓他融化 融化過程當中吸熱 你們記不記得 記得 假設我現在 天氣很熱 我在地上潑水 水蒸發 會吸熱 所以你會覺得比較涼快一點 對 會比較溫吧 哎呀 有一種沒有 但是這過程 當中只要是天氣的乾到 度是夠的 一潑落水 所以是降溫成 所以他讓這個表面這一層融化 去降溫 降溫 讓溫度不會上升那麼快 所以他是有兩個設計 他不可能說我設計一個東西 是強到 或者是融頂高到 不會融化 我目前很難做到 所以基本上這一層 就是要被 過壞 你說如果從那麼高的地方 掉下來 那個速度 如果你在中間 朝窗外放的東西 那那個東西 也會同樣的速度掉 對 是啊 真的假的 但是你基本上 衝應該打開 衝打開 所以你裡面就回來了 打不開吧 壓力更大 為什麼會回 你看 我速度這麼快 我這邊窗外放的打開 氣勢進來 馬上就不平衡 就會歪掉了 喔 會歪掉 對 這速度馬上 你應該打 打轉 打轉 你手已經折斷了 那這麼高溫的氣力 流進去 裡面是瞬間死掉的 很高溫喔 很高溫 多少度喔 這溫度可能有 可能有幾千度上萬度 你說 大氣跟太空磨擦的溫度 大氣跟太空磨擦的溫度 真的 世界上沒有辦法讓 東西 還有空氣的磨擦力變臨嗎 不是 因為它下來速度很快 太空船從 太空掉掉的速度非常快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讓他們蠢不會著火 怎麼樣 你會著火是因為 它空氣的磨擦嗎 對 所以我就只要讓 在進入大氣層之前 爬邊 怎麼樣 讓它 沒有那麼快的速度 怎麼樣 他沒有那麼快的速度 例如 就是它往下 然後我就開始往下丟東西 那你就會 那你就會把你 底下人打 那你會不會在地球啊 就是那麼蠢 就是剛好一半 那它速度不那麼快就對了 對 OK 這樣速度就不會少 你要丟多少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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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紅垃圾 然後毀壞那個 你還丟東西裡面有限啊 你還丟東西裡面有限啊 沒有辦法 所以假如你 這樣子哪一個人 有冰水的泡麵 打他那個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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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身體打他那個磨擦 第一個 就伸不出去滿身體 你就毀啦 那手一罐 沒有 沒有了 如果你是在那裡拿 你只會拿到空碗而已 好 泰公桌 泰公桌的降落也是一樣 泰公桌 它降落它是 頭朝下降落 它那個頭朝下降落 速度非常快 所以泰公桌降落通常是這樣降落的 我畫不好 但是你比較好 我看我比較好 好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泰公桌 泰公桌 它降落這個 這個是不是降落的 肌肉不公平 這是什麼啊 它用肚子 它用肚子去面對 地板 泰公桌 那個 Finger 這隻把頭 可以啊 畫指甲 你不要畫指甲 哈哈哈哈 你先玩一下 這樣子 他好像比較像眼 好啊 你吵死了啦 你看這樣子的畫 他一直要像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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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要像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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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有好眼 這樣比較像眼 這個啦 這個是翅膀啊 肯定是要這樣畫 怎麼樣 現在不是會畫 是要往後啊 這樣這樣 蛤 這叫什麼東西 師傅不會往後啊 沒有了 沒有了 倒了 倒了 還要再加這個 他才不是用這麼大一個 分次了 然後一堆小的 然後打起來放在裡面 對啦 然後他一堆截 三個吧 好啦 夠了 他不會這個姿勢 因為這個姿勢速度太快 他前面已經會毀掉 所以他這個姿勢下來了 所以他這個姿勢下來了 他去讓他產生一個最大面積 然後他重新再大 他快到地面的時候 他就回復原來姿勢 就可以滑行他 老師 你知道這封縮是怎麼降落的嗎 蛤 你知道這封縮是怎麼降落的嗎 蛤 你知道這封縮是怎麼降落的嗎 就是我現在在講的姿勢 那好像是這樣子 他這樣子進大面穿 然後降下來了之後 他後悔要接近地面的說 這個 我現在會一直噴氣 一直噴氣 然後到這個呢 就說不就已經很慢了 就很想來 沒有 噴氣是很後面 快靠近地面才有噴氣 他不在上面噴氣 他很靠近地面才有噴氣 所以他裡面的設計 是4,6,8張多的椅子 要不然他滿多 我就一直說 他這樣下去 沒有 他這樣綁起來 所以你有可能會這樣翻來翻去 啊 所以我綁了 沒有 翻來翻去 我們翻來翻去 欸 下來下來 你從這樣變這樣 你只好就翻到九度了 啊 他綁一圈在身上綁一圈在身上 對啊 他剛說你是不是要準備一堆椅子 不然你要坐哪 我一直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跟他講 說我講說他永遠坐住了 你應該喬嘛 然後他在外面這樣 他怎麼動 反正他都是這樣子 對不對 嗯哼 一個 波羅椅子 好 這個 你要很遠 他真的要把波羅椅子 好 我在太空中 然後你再分比 我如果想往這邊移動 我就開始往這邊丟分比 一顆分比 兩個分比 一直丟 一直丟 就可以幫忙往這邊移動 我靠你 是不是這樣 哇 把你往後移動 把你往後移動 對 太熱了 換個東西 沒有 這是 某些全身音的 好 我一直往那邊丟 我一直慢慢往那邊飄 啊你今天唱歌好開心 我看到人家獨立丟 可是你要想說 對 現在回到剛才問題 我現在是夕陽 為什麼把氣 夕陽 他不可能是把一個空氣 把空氣一個一個丟出去嘛 所以空氣怎麼被丟出去了 空氣 就剛剛講的嘛 裡面壓力大 外面小 那就出去了 對 壓力大壓力小 所以 事實上空氣是靠碰撞之間 我壓力大 所以他碰撞得很快 他撞到我的牆壁的時候 他就噴出去了 他事實上是 碰撞越快的時候 越頻率越高 我就想 感覺到壓力很大 好壓力很大 事實上他一直碰撞 那所以他碰撞的時候 通過這小孔出去的時候 我就得到一個速度 他就要噴出去 往這邊有碰撞嗎 然後往這邊沒有碰撞 我就得到這邊的力量 他就得到這邊的力量 他就得到這邊的力量 對啊 所以通常要當 通常當太空的物理喔 很好 這什麼 脖子溫 你只要是人 你就可以去啦 所以你只是上去再下來 可以啦 反正 你也好像很簡單 也沒有那麼簡單 也沒有那麼簡單 OK 這我做得到也不錯 有面對我做的 那部分 要噴地板 然後就這樣 不對阿 他不是噴地板 他主要噴那個空氣 讓空氣才能感動力 他一開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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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錢拿去 要記得去看醫生 好 好 好 重力反重力大家就這樣 好 OK 我們看這個 國家的力量挺多 陳玉說要輸幾目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我那一說 我們是不是會有一個人造星球 可以啊 可以啊 就有人在講 什麼地球是人造的 神經病 為什麼這個地球不是假的啦 不是隨便開玩笑 我不知道 為什麼 你不是說月球是彩 地球的一部分 這是另外的說法 有些天文學家認同說 月球是曾經在有一次 地球跟一個陨池空中 這個東西 比恐龍滅絕的時間還早 可能在地球還沒有生命的時候 就遇到這種事情 一個陨池撞到地球 地球被撞破了 一部分的碎屑飄到空中 在空中碎飛行的月球 可是他不是那個地球的六分之一 因為他撞出去的時候 他剛好開始到地球旋轉 這個很好的機會 剛好讓他就可以再旋轉 那那個 月球上面的東西都是土喔 是土嗎 還是我講 是屑子啊 沒有啦 陳玉你剛才說 是土在屑子嗎 那什麼屑子 土在屑子裡 土就軟了的時候 就是這樣 土不是一樣 就是屑子 反正它地球 它地球的類似嗎 好 是不是啦 每次登月球 可以試 可以試 帶好幾公斤在土上面填 然後它就變超大一顆月球 你講太多了吧 所以那月球還是不斷吸引宇宙中的石頭啊 跟屎一樣大的月球 你看月球表面上那麽多雨石坑 也是被很多石頭撞上去的啊 可是 這些石頭比你從太空船 我今天做了好不容易做了太空船 到月球上所能攜帶的石頭 哈哈哈哈 你撞起的石頭更多啊 撞上去的石頭更多啊 然後不斷地球帶石頭上去喔 那 月球 撞上去的石頭 你看你從地球撞上去 分出去一塊 這兩塊是圓形的嗎 會球形的嗎 那不是喔 你原上不是球形的嗎 那為什麼 地球現在變球形 那月球是球形的嗎 你以為它在一直轉力 一直轉啊 一直轉啊 轉就變球形了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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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轉久了就變球形了嗎 對 中間有引力把它吸進去 引力就會變球形了嗎 應該說 就很像 就很像 那什麼啊 鵝卵石啊 而鵝卵石經過水的沖刷 換就變圓的 就變圓形了 就變圓形了 對啊 怎麼一直轉 受引力的沖刷 衝刷 衝刷 像這個 這是月球嘛 它的質量比較小 所以 它感覺是那個 那個引力 對啊 所以搞不好 月球曾經有水啊 把它弄成圓的 然後水就不見了 那我會告訴你啦 好你說 所以我還現在回去 就是地球的腿 好 地球是地球的腿 對 月球 月球 沒有辦法有水 是因為月球 你太小了 太小了 小到它的水 而且月球上基本上是 沒有辦法吸引住空氣 它非常 所以月球的空氣 所以 在月球上面 假如我哪一杯想 倒下去 它這樣子 飛走 哪一杯什麼 水 欸 月球上 為什麼拍到觀眾 上 月球有 月球有 月球引力吧 當然啊 月星 所以 水會倒下去 還是水就會不見 水就會往下掉 假設 因為 月球 月球也是有時候會散黑 月球呢 曬太陽的時候呢 大概就是 溫度大概是 一百 一百多度 啊 一百多度 假如這邊是太陽 當月球 背面的時候 沒有曬太陽的時候 這邊是沒有曬太陽的時候 沒有曬太陽的時候 但是零一下 一百多度 所以說 你那杯水是在 月球背面呢 在月球 就是曬太陽那一面 倒 對 這個 太陽那邊就知道嗎 對 在這邊倒的時候 它會有液體 因為它不會是冰塊 可是在另外一邊倒的時候 基本上 這水拿出來就是冰塊 對 OK 反正月球慢慢地 轉到太陽照照的地方 這冰塊就會變成水 而且它瞬間就變成氣體 因為它沒有壓力啊 它在月球表面沒有氣體 沒有空氣壓力 所以它瞬間就增發 所以真的有人這樣做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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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會蒸發 它會蒸發成氣體 然後 因為月球的影集太小 它吸不住那個水蒸氣 所以那水蒸氣又飄到 那如果先放在那個 月球的那個 沒有曬太陽的部分 然後等它自己轉到 有曬太陽的部分 然後它就會 從冰塊就直接變氣喔 可以 它會直接往冰塊變氣 那我懂了 那月球呢 應該要往 應該要往這 月球裡面挖 挖一個地下的一個世界 對 這樣它就不會有什麼 需要多少時間 你去走 引力哪裡來的 引力是你知道質量就引力啊 所以 找把月球填土填很多 它就會有很大的引力 但是你沒有填那麼多土 你要花多少錢填那麼多土 殺殺殺殺 我們又不是大熊 還可以用那個 那個什麼 任意門 就接到月球上面去 沒有辦法 可是如果真的每個 欸 忘記報告內容嗎 對對對 我們待會兒來看東文青球 想太多 好 剛剛其實秉恩講的問題是 為什麼這個 地球 被撞出一塊 飛出去的時候 這塊不會 飛飛 然後又掉了一個地球表面 因為它 一出去 比如它沒有說 你這樣看嗎 我 我 我這邊你看你快 往前後丟 它在地球表面 我就丟得很快很快 它回到地球表面 會啊 我要丟它躲過來 它不會回來 我知道 石珠 當它受到其他 就是 當 你講 它離開地球 那它受到其他 像是太陽的引力 我們講的太陽可以開引力 大於地球可以開引力 OK 這是一個方法沒有錯 其實你只要丟大於地球的引力 那你也出去了 所以你只要跳很高 然後你也出去了 事實上地球 假設地球的話 事實上所有的東西 我們叫做逃逸速度 逃逸 喔 假設我有辦法 讓這個東西產生一個速度 速度是大於逃逸速度的話 這東西就不會回到地球表面 現在有人算出來 這可以算 這個可以算 當然我們需要能量 可以討論這個事情 對啊 我們用動的蠻算 趕快告訴我 你要趕快 趕快 趕快 我們按部就班的學 我們先講個概念 我們等一下講個概念 這個速度 它速度是跟 地球的質量 跟地球的質量 跟地球的質量 跟地球的加速度 有關係 嗯哼哼哼哼 不要啊 對 好 待會一趟逃逸速度 它這個質量就不會回來了 就不會回來了 但是基本上 我們被撞進去那一塊的時候 我覺得它好像以前有逃逸色 對 搞不好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地球會太動 什麼意思 開始 移動 因為它不是 嗯就是你一個太制作 然後就我們跟註下去 什麼樣的移動 所以太 月球從地球的某個地方 所以地球就開始往另外一邊移動 應該說在宇宙爆炸之後所有星球都在移動 因為這樣所以它會轉 應該不是從這邊開始轉 宇宙中很大很大的地方 可是為什麼開始會有星球產生 因為它爆炸反映就不會均勻 什麼東西爆炸 宇宙爆炸 宇宙爆炸真的假的 所以能量集中集中集中 對啊 為什麼看一下 這是目前的宇宙誕生最合理的說法 宇宙爆炸的時候因為能量不會很均勻 所以因為地方能量轉換成質量比較多 有些地方能量轉換成質量比較少 能量轉換成質量比較多的地方就是慢慢變成星球 星球 這星球就吸引更多的質量撞擊過來 那你想想看 這是一個星球 我東西轉過來說會不會很均勻 你能撞到正中間的位置 不會 不會啊 你這樣不太容易啊 所以通常它撞過去就撞到這個點上 這是紫星嘛 所以它就會讓它稍微循環一點 對 所以在撞擊、撞擊、撞擊過程當中 慢慢的星球就會開始有點旋轉 會移動 會移動 不一定會有點快 不一定會有點快 因為它也許是撞到另一方向啊 對啊 那它就減速 不一定的 那它就在旋轉 理念上不會停 它就會旋轉 好 那這是一個現象 所以宇宙中基本上所有的星級都在旋轉 轉 轉 好了 那當這個星級很大很大的時候 像詞玉講說說明這個 因為這個很大雲池 撞到地球 把地球另外一塊撞出去的 當然有一部分可能就飛走了 撞出去 這個撞擊很大力 所以它會造成它加速旋轉 就是有可能會它轉速會更快 沒有問題 那這一塊出去為什麼不會 出去之後 再撞到地球 那例大於 它 狗不好有撞 地球給它撞 撞就撞 撞 搞不好它應該是會回來 之上有很多碎屑又回來 很多碎屑又回來 可是有哪一塊呢 它剛好不小心 它的速度當然可以讓它形成一個 旋轉運動 它就繞著地球轉 它就不回來 你知道它地球應該有 你們剛才玩過一種電動玩具 一個遊戲就是說 這是一個星球 然後砍人 然後你就從這邊丟個東西 那你看到那個東西 噓 不是笨鳥嗎 反正說 不是笨鳥 不是笨鳥 蛤 怎麼 反正說 我們之前玩那個 就是小外星人 對對對 然後用東西 用武器 那你如果 丟很直 它可能就變成這樣 很像 對不對 那你如果丟了月平的時候 它是讓速度夠快 它可能會繞一圈 要掉這邊 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看過 那你速度夠快 它真的可以繞圈圈 繞圈圈 繞圈圈它會不會掉下來 繞圈圈圈 它會不會掉下來 因為離心力 類似乎 類似乎 你事實上它要向心力 就是它 它維持在這邊的力量 下好等於它向心力 它就不會掉下來 好 所以 這是我們家講的運動中 就會講到的 有 所以這是 這個月球不會掉下來的原因 那為什麼它從一個 非橢圓變成橢圓 變成一個圓 非圓形的 非球形的形狀 下個鐘聲 我聽到了 是我們要投一速度比賽 好 我要繼續來開演 好 它缺一塊了 在地球很簡單 它是因為有水的關係 所以它慢慢會輕死 會慢慢填滿 好像沒有底 但太空這個類怪呢 它應該是 我們買隕石的軍火 它撞 隕石 反正吸引很多隕石 地球會吸引隕石 但是地球吸引隕石 撞進來之後 變成一小高動 很快 因為我們下雨 有水 它慢慢不見了 好 就跟你走在沙當山 那個沙當山的腳印 浪一來就不見了 也要有浪 就像這個 浪一來就慢慢不見了 可能浪一來就不會 它就一直存在 可是撞到 噴 它就慢慢掉下來 就剛才講 可能是類似 很像沖招的概念 但不是沖招 那因為它 有地性移的關係 所以高的地方 往地的地方 填補 高的地方往地的地方填補 它慢慢填補成一個球狀 它慢慢填補成一個球狀 所以 基本上所有的星球 都是球狀 不是這樣的原因 可能比較小型的隕石 你正在宇宙中看到 我們看到照片 不會是球狀 它是一個特殊形狀 像彗星也是一樣 它不會是球狀 它有些人很奇怪的 很奇怪 很像剛才的形狀 都不可能 你知道嗎 那就是這樣 沒辦法 那也是 所以現在只有地層 火星有空氣 不是 基本上所有的星球 都有一點點空氣 應該說 足夠人類呼吸的 火星上的空氣 現在也不適合人類呼吸 不是 它應該沒有氧氣 我知道星星是怎樣 它應該沒有氧氣 它應該沒有氧氣 星星是怎樣 它有 它有 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是下個 下個 下個 我要邊吃飯 邊看 可以呀 你可以來看影片